请问我们还有什么就业的机会吗 第三个 政府在头外方 今夜是没有开店 我们年轻的一代 现在22K是底线 还有很多人是领不到进水的 请问 这样子还有什么就业吗 这样子还有什么就业吗 第四个 政府做得更简单的一件事情 二十年前 日本家出走 要求政府这样增加外劳 你不引进外劳 我就出走 结果呢 二十年来我们引进了外劳 工作也给外劳了 薪资也降低了 请问你 台湾的公司不长没有外需 没有内需 我们的年轻人只能做派遣外包 这种经济政策 请问你如何救经济 二十年来 台湾的资本家靠这个毒药 吃了二十年 二十年之后 政府说要拼经济 请问 二十年前不曾撑起 现在用降低工资又如何能让我们的产业升级呢 他就是用这种蓝钩来听低劲 今天 有在我们前面 十五年前的官场老工人 连退休金之前费都领不到 你们看看我们的后方 第一位就是我们的融电工会 他们八月出来抗争 行政院说会给他们有回复 请问现在几月了 现在已经十月准备代入十一月了 融电不是一家平民的公司 他是中华民国政府出填的 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股份 都在中华民国政府手上 他负债四十一亿 四十一亿谁肯定 全都是退股会派出的将领 亏了四十一亿 我们老百姓的钱要来填这四十一亿 第二 这里面 八百元中剩下四百多个 政府居然不给他退休金之前费 从中华民国 从三月 从今年的三月 开始欠薪到现在 欠了薪 八月准备宣布破产 到现在没宣布 不止薪水没有 退休金之前费都没有 请问 这种国家 他开的公司 尚且如此 你敢相信他吗 你敢相信他拼竞技吗 各位路边的朋友们 现在走在前面的 就是融电工会 就是融电工会 这是一家 百分之百中华民国政府出资的公司 现在他们 现在他们 拼竞技 政府说他要拼经济 政府说他要拼经济 他拿出来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现在 落实在你们年轻人身上的 第一个 工资动达 工资动达 请问哪来的消费啊 第二个 增加外劳 请问 劳动价格压的这么低 我们的老板为什么要升级 问题是 我们的产业不升级 台湾有救吗 第三个 就是发生在你们身上的 派遣外包 都用派遣外包 没有正式工作 薪水压到22k以下 请问你 这创造的是什么就业机会啊 更可恶的是 接下来 劳保部长 好 各位台北市市民啊 你们看到我们的车子是要推的 我们总共有三辆车子没有发动 为什么要在路上推 因为油电装长 工资部长 没有钱加油 只好用推的 这是我们农店朋友 所以大家讲 百物其长 工资部长 我们那边要活不下去了 所以我们总共有三辆车 是用推的 没有发动 还有头 油电装长 油电装长 百物其长 百物其长 工资部长 工资部长 没钱加油 没钱加油 吃好用推的 哈哈哈哈 这什么口号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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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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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这个 是 他 какие 是 民众